你有偏财运吗?使用收藏版子屏,将八字命局中的才定义位,我可以掌握、驾驭、运用的东西,这个东西是由八个字中的日盖索客之物,叫做财,财有分正财与偏财,所谓正财,在命令上指的是寻着归努力获得之财,为自己之财,所谓偏财,以命令角度来说,为众人之财,属于流动之财,不安定之财, 有很多人来争夺,命格中有偏财的人大都慷慨大方,富有人情但也多差,如果得得成望,不但财产风龙,还能官运亨通,因为财省自能升官,若在新榜乡之运,则俘路全部来到,偏财却既有笔尖,其财来分夺,注重如无关心,或换极层出不穷,一般偏财代表意外之财,可以不劳而获, 偏财所带有的财富数值,也是可大可小,在有些人的八字中,行到偏财运时,可能会突飞猛进,在寄短的时间内,就可以挣到千百万的财富, 在有些人的八字中,由于日主衰弱,当命行到偏财运上时,往往所获得的钱财良良无几,更为严重的是,有时贪财甚至代表无力挣钱,没有前途,一般拥有偏财运的八字往往是,神强者最有偏财运, 神强,就是日主最理想的意思,比如顶,丁日生于夏天,更,新日生于秋天,人,回日生于冬天,皆属于神强令格,主席人会因偏财运而发财, 一般情况下,具有偏财的人会比具有正财的财运大,因为正财代表了工作或劳动所得,偏财代表了意外之财,投机之财等等, 如果八字中有偏财,或是大人或流言走到偏财,都容易得贵人提拔,意有额外的进账,可以好好把握,一起来看看, 偏财欲望,有横财克发的人,有何命理特征? 一,偏财为欲望而有利,八字里有财,或身材良情,或是商生财,或关心互财等等, 这叫命中有财,一般情愿再差,也不太缺钱花,假如八字以偏财心为佣神,且安而丰盛,或作悦得贵人, 明珠亦得贵人提拔,容易获得的意外之财。 二,八字身强且偏财望,如八字中日主夹一幕生于春季,丙丁火生于夏天, 雾济土生于丽春,丽夏,丽秋,丽冬前十八天,更新金生于秋季,人滚水生于冬季, 这就是日主得令或者当令,命主身强,偏财推起身强,或有贵格来帮扶, 神强偏财望的人,善于抓住机会,赚钱取财,因此常有意外收获。 三,偏财为敬弱而受之,八字中以偏财心为基石,最不起财心力强, 而假如命局中不见财心,或者是财心弱而受之时,或者是大运行之客至财心之的时, 责命主反而财运旺盛,会赚取大量财富。 四,年甘之为八字之喜用神,年甘之为八字之喜用神之人通常出身富贵之家, 的父母或账备之疼爱,衣食无忧,同时因为得到强有力的支持, 比别人更容易获得财富。 五,商官为喜用者,在八字时神中,商官为生财之心, 假如八字中以商官为喜用神,命主具有创造和冒险精神, 看准目标,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,能想法人不敢想,做凡人不敢做知识, 通常能够获得巨大财富。 六,八字中有马心生财,宁,生,四,害为司马之地,属于精神,贤神。 假如八字以此四地之位财心,在遇到被冲着大运或者流年时, 叫马心生财,方如猛虎,特别是遇到搬家,换工作,旅行之年时,则容易大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